历史上有很多专家总结了 统一总结了 根据人类起千年发展的历史 一个国家要衰亡 六种景象只要出现 这个国家就肯定衰亡 共性只要出现六个 从几千年前到现在 都是一样肯定衰亡 只是衰亡的时间有的几年 有的十几年长和短而已 六个 第一个就是国家的道德沦丧 没有主心知识 第二个叫政治腐败 第三个叫经济衰退 第四个文化没落 第五个叫社会动荡 第六个叫教育扭曲 对吧 道德沦丧政治腐败 经济衰退 文化没落 社会动荡 教育扭曲 我觉得总结挺好 因为这六样中国目前全占权了 而且深度占权 道德深度沦丧 政治深度腐败 经济深度衰退 文化深度没落 社会深度动荡 教育深度扭曲 我们拿这个东西比较一下 现在全世界各个国家 美国英国法国德国 你往往美包括日本 可能其中有一点两点 也可能有社会上的动荡 也可能有经济上的衰退 但是这六点都占起 占到三点 现在发达国家你都看不见 全世界比较一下 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然后你看就中国六点全占 这六点内容其实不用我解释了 什么叫道德沦丧政主犯 大家都明白吗 道德沦丧 整个社会大众 没有什么中间黑白之分 没有什么好恶之分 这个社会大众都是被国家掌握核心权力的人 控制的乌合之动 孔子过去说民无信责国不利 现在哪还有信呢 管仲说2000年前管仲说 离仪廉耻国之思维思维不举国乃灭亡 现在中国人哪有离仪廉耻啊 看看最近在中国扫黄运动中 全国各地抓的40多个重点地方 网上都能看到 整个国家他们道德不沦桑 现在你看中国哪里没有道德呀 发财靠的是什么 全世界做电信诈骗最有名中国人 中国一个国家做电信诈骗 比全世界所有做电信诈骗的人 加起来还得多 全世界做灰产最多就是中国人 我在全世界这么多地方 什么美国欧洲每一个地方呆 就没有见哪个国家 没有中国做电信诈骗 做灰产赌场色情行 就没有 中国人全是 对呀 然后在美国也好 在欧洲也好 一接触那些女孩子 国外的女孩子群体 在这边呆着女孩子群体 管你什么名叫什么 只要留在这的 没有特别正经工作的一帮女孩子 天天都是什么 轻则打笑气吸大麻 重则天天吸毒 那底下的生活就不讲了 对吧 就不讲了 这就是中国人 你们在国外的很多人自己都知道 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你们在国外自己都知道 对呀 这国家哪还有什么道德呀 这人呢 原因很简单 上梁不正下梁歪 中国共产党本身这个党 从建党就他妈没道德过 他怎么能有道德呢 他们建中国共产党就是个流氓无产者思想 永远是满嘴仁义道德 一柱子难道女昌 用最美好的梦想欺骗别人跟随 毛泽东给他总结 叫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力量 有人说 不知道当年共产党能国民党打入 共产党的武器多先进 别他妈放屁了 你了解中国解放战争吗 共产党武器差得很远 苏氏没给多少 是因为共产党用嘴巴巴巴巴巴 忽悠国民党 包括国民党总偶派 宋秦玲带着一大帮国民党人 到处都跟着底下共产党干 共产党拿美好的未来 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什么他妈大公无私 就是人这种动物 干不到的这玩意儿 把一堆国民党 各种民主党派 所有的人包括地痞流氓 都忽悠了 青帮都忽悠了 跟着共产党 只要社会主要矛盾是国民党 一切坏事都是国民党干的 我们干了国民党 这个国家全都他妈美好了 表面上最漂亮的话 底下把最坏的事做绝 所以你想想这就是共产党 他管这叫政治思想工作 所以还说什么武器装备 共产党狗屁都没有 就靠这个玩意儿忽悠这个国家 最能打仗的第四野战军 为什么说话的人不了解是 最能打仗的第四野战军 是解放战士 什么叫解放战士 全是国民党的人 最后都变成共产党的兵 跟着共产党打原来的国民党兄弟 比国民党还狠 共产党是最擅长洗脑的 自己干最坏的事 然后去洗别人脑 建国以后就洗社会大众的脑 就说这个话你都不信 中国共产党到处推大公无私 别扯的 你说有这种人吗 吹牛逼的 你见过这种人吗 中国从孔子年代讲 就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幼无六以及人之幼 老要让自己的老人家人 过上好的生活满足了 有了空余条件 再看别的老人 幼无有的让自己的孩子 自己受到最好的教育 有了最好的发展 有空于再管别的孩子 私心都放在这 满足自己在看别人 怎么这个世界上 会有什么大公无私的人呢 就说的东西都是忽悠人 然后大家进来以后就发现了 底下他们干着最肮脏的事 嘴里面让着大家 团结一切团结力量 反对封建社会 借助大家反对 生存建社会集体意识 最终是让自己建立一个 用新时代思想起来 武装的 帝君王 君主帝王统治体系 然后来奴役整个的国家 来奴役整个的国家 所以呢 这个不聊了啊 就是不解释了 没什么意义啊 就是道德沦丧 中国现在道德不沦丧 不沦丧 大家都清楚 原因就他们因为中国共产党 你看看哪个共产党官员 我忘了谁说的 那么不得三七四七别 三七四七到处嫖 到处划 哪一个不是啊 我就没见过一个不是 我认识这么多人 那找妞我给多少领导干部找过妞啊 啊 做体系 北京几个地方 长包房 啊 不好意思讲啊 再讲那个什么了 对啊 这还用这些东西 好家伙 从上到下 上到这些领导 下到底下什么 公检法 工商税务这些人 没有一个不道德沦丧 对 所以呢 这个就不说了 政治腐败 那就是别说了 贪污腐败 经济衰退 现在已经衰退了 文化没落 你看看现在中国哪有什么文化呀 现在都是快餐 哪有文化呀 都是什么破时尚 深度的东西屁都没有 中国老百姓已经集体白痴化国内 全世界都被中国景象什么 直播带货 就没从小这个因为教育的问题 教育扭曲 从小被人家洗脑习惯了 都没有自我思维 思维 人生观 世界观 价值观 都是扭曲的 所以全是无核之中 特别容易被一些自媒体变成傻子群体 全世界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种 他们直播带货 一个大傻逼在上面讲 买他全买 你这不傻逼吗 对 没文化呀 中国已经到的论 没有文化 教育扭曲了 所有人没有文化 没有自我去判断和感知能力 所以为什么包括中国的企业 都是白手套靠 行贿受贿 拉关一手路子起来的 社会动荡 大家都知道了 现在越来越动荡等等 所以跟大家总结 就总结的挺好 我是跟大家再重复一遍 就人家总结挺好 中国已经进入到道德伦丧 政治腐败 经济衰退 文化没落 社会动荡 教育扭曲 六点具备的时代 所以按人家说 总结起千年 只要到这儿 这个国家就肯定灭亡了 就肯定灭亡了 历史上就没有一个国家 这种景象都具备不灭亡了 中国有没有大家自己心里都明白 你就算小粉红小五毛 你就是在傻逼自己想想 这六点是不是有 如果你也觉得是这样的 那就没法说什么 好吧 今天就这样 逗大家开开心就完了 乐呵乐呵 好吗 今天就讲这么多 听我瞎逼逼 砍大山 给大家带来快乐的一天 清醒的一天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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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